小時候要讀歷史 當中有不少的歷史故事都很發人心醒 記得讀到抗日戰爭的時候 我還會去圖書館製的文獻回來看 不過由現在開始 不單可以去圖書館 還可以去博物館了解 香港海防博物館 在9月3號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正式改設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 並且會在9月4號推出首個抗戰專題展覽廳 名為攜手抗敵 動幹中隊在深港地區的抗戰活動 免費開放給公眾參觀 讓市民認識更加多的抗戰歷史 3、2、1 而這一日更加舉行揭幕典禮 其專題展覽開幕典禮 特區政府將博物館改為香港抗戰及海防博物館 結合館子本身的豐富海防歷史遺跡 加上抗日戰爭的展覽內容 讓觀眾在參觀昔日防務設施的同時 感受中華兒女在抗日戰爭的堅決抗敵歲月 今次的展覽以東江中隊成員在香港和深圳地區的抗戰歷程作為主題 中國人民能夠戰勝侵略者 全部是因為舉國上下不屈不撓的奮鬥 堅決的英勇抗敵 經歷了無數的艱苦困難和犧牲之後 最終是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 因此展覽選定了在今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日子做一個揭幕 是藉此向各位抗日的英烈和老戰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們今天有一個新的展覽開幕 就是攜手抗敵 東江中隊在香港和深圳的一些市職 大家都知道東江中隊的活動範圍 其實大部分是在華南的地區 而東江中隊香港也有一個支隊 就是港狗獨立大隊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 他們其實做了很多的重要市職 包括了文化名人的大營救 亦都和盟軍一起營救了一些不同的將領 我們希望我們的年青一代明白到我們抗戰的歷史 加強我們的外國教育 首個抗戰專題展覽 由康民署和深圳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聯合主辦 主要講述 東江中隊在深港兩地的抗戰事績 以紀念深港人民共遇外敵 團結奮戰的艱苦歲月 這個專題展覽有沒有展示了甚麼珍貴的物物 戰爭的物物真是得來不易的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東江中隊成員用過的一些物品 譬如說他們的毛毯 他們的布袋 雖然大家覺得他們是很破損 亦都很殘舊 但其實希望大家理解到 他們戰爭的時候的物資非常缺乏 但仍然很努力不懈去做抗戰的行動 當中我們亦都有一些紙本的文物 例如這個大地畫部 大地畫部是1938年的時候出版第一期的 亦都由一位文化名人 丁聰先生是創立人之一 當然大地畫部會講很多抗日救亡的消息 去宣傳抗日的活動 同時我們亦都很感謝深圳文物局 他提供了一些漫畫給我們 其實是甚麼呢 就是丁聰先生在1987年的時候 抑述他在大營救的時候的經歷 畫了十幅的漫畫 用一些相對輕鬆的手法 去描繪他當時的生活是怎樣 和東江中隊的成員怎樣去交往 怎樣一起去屠辣 以至到平安地去到他們的大後方 如果大家都想來的話 有甚麼提示給他們 有甚麼是必體的呢 我們用了很多不同的多媒體的互動遊戲 給大家去玩 亦都有不少的口述歷史資料 給大家去聽 希望大家透過不同的互動 就可以增加體驗 同時我們亦都有一個沉浸式的影像 當中會有很多的音效和效果 給大家有一個好像在戰爭的場景之中 認識到東方中隊和香港在抗日時期的事跡 珍姐 這次你借出了甚麼文物 和為何會選擇這樣的文物 這次我借給香港抗戰博物館的文物 是一個由2015年 抗戰勝利70周年的時候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 發給我們的一個 抗戰勝利紀念章 上面基於戰士的浮雕 表示了我們粉絨戰鬥的精神 鎮明了在整個抗戰過程當中 中國共產黨的狀況 這次能夠借出這個紀念章 你有甚麼感覺 這個光明不是屬於我自己的 應該是這段歷史 我們香港人能夠經過這麼艱苦的鬥爭 能夠維持著我們民族的精神 一定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讀歷史不單止可以了解到國家的發展 還可以透過珍貴的文物 了解到以前的故事 無論是對小朋友或大朋友都必定有得著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記得來參觀一下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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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